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 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 我是SK 立即和大家回估一下上周工商铺的重点新闻 中原工商铺资料显示 今年第3季截至9月22日 市场总额录得大概874宗的工商铺买卖个案 总成交金额大概有215.7300万元 表现顺于预期 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认为 0加3这个方案是可以加快推动经济的复苏 预料10月份发表的施政报告 和中共20大会议将会对工商铺市场提起正面的作用 预料第4季工商铺的表现将会量升价稳 而核心区亦有录得大额的铺位成交 市传尖东东海商业中心地下由汇丰银行租用的3个铺位 就刚刚以大约9700万元成交 铺位面积合共大概2951平方尺 尺价大概是32,900元 民生区的铺位同样受到投资者的追捧 深水埗任奏界健身大楼一男子物业 就以大约7000万元逆手 涉及有6个年租约的铺位 总面积大概是3914平方尺 平均尺价大概是17,900元 租客方面就包括了有社区中心 五金浩和点心店等等的民生行业 日本大营连锁集货店当当当期 就扩充它的货仓面积 以每月大概132万 租用了全湾加盟达力中心两层 接近8.8万平方尺的楼面 赤租大概是15元 租约长达10年 据知上述两层的楼面都可以由车路直达 无需经电梯转运货物 所以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单位 而第一集团旗下 长沙环东方国际大厦 GCC3 就由本行促成了租务成交 租客是建筑工程公司 因为GCC3是全新的物业 而且楼底非常高 所以就租用三个商联单位 来扩充他们的业务 单位总面积大约4791平方尺 赤租大约25元 月租接近12万 今天的报道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紧贴市况 记得订阅我们中原工商铺资讯台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